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首先来了解一下兄弟姐妹们到金牌调节来要解决的是什么问题 诉求 我的诉求是妈妈死掉了 家里房子问题分配好 家产问题公布一下 房产是什么样的一个房子 房子是将近400个平方 400多个平方 你说的财产指的又是什么 财产就是我老妈留下的金银财宝是那些承择什么东西 就除房产之外的 对对对 就是那些东西 我问一下老大 今天你坐在场上 你跟家里的老三坐在场上是当事人的各一方 你代表的是谁 我代表 就是我了 代表你自己 还有一个弟弟 你和弟弟 一个弟弟 老三呢 我今天来诉求也是这个房产问题一个 也是跟财产有关的是吗 对 你代表的是谁 我代表的是我三姐妹嘛 也就是说是丁家的女儿们和儿子们 对 各一方 对对对 就是这个问题 在表达自己的诉求时 丁家大哥露出了趋紧的笑容 对于今天和妹妹的这场调解 他似乎有些迫不得已 但又迫在眉睫 而作为丁家的老三 他的脸上此时却深藏着忧愁和委屈 为什么在父母遗产的分配问题上 儿子们和女儿们会闹得如此对立呢 丁家大哥说 这主要是因为父亲生前留下了一个口头遗嘱 老爸该是住房子的时候有交代 女儿是没有分的 就是说生活困难可以住住居住去 按照丁家大哥表达的意思 似乎今天妹妹们来和他们两兄弟争房产 有些无理取闹 但是他又不想因此赤裸裸地伤害妹妹们的感情 所以他会对今天这场调解感到有些难为情 不过他的妹妹们显然不认同他的看法 丁家大哥的话音刚落 坐在场下的丁家老四就走上了调解席 一上来他就给主持人张婷提供了两份文件 我手上有两份遗嘱 一份是妈妈写的分官书 是97年的 还有一份是09年的 分官书是舅舅知道的 第一次她要分房子 每个女儿分两间 我同意 让人完全没有想到的是 在大哥陈述完父亲的口头遗嘱之后 丁家的老四竟然拿出了两份母亲的书面遗嘱 这两份遗嘱到底又是什么内容呢 房屋分配 有五个人的签名 没有 不是他们签的 我问了几个舅舅 他说不是我签的 谁签的呢 是一个人代写的 全部是一个人写的 你就是说 首先这个东西出现的时候 老大你们就已经想试过反对了 当时97年的时候 我这个小姨对给我说 你妈妈要分房子 我妈妈没跟我商量 她直接找到舅舅那里写起 我说老妈 你分房子 没给我打烧 又没有安到我老爸的医院 当时我们做这个房子是有约定的 女儿是没有分的 因为当时我老爸身体也差 我刚刚20岁 参加工作刚刚两年 刚刚我的朋友比较多 都是做小工的活 因为我也是 当时是学木工的 所以主要是你在出力 主要的80%的房子 都是我做上去的 然后教人 还包括自己做 好 明白 当你跟母亲说这些的时候 我母亲说 算了不分了不分了 就停掉了 就在你看来 这个就应该是没效了 这个我也没看到 不知道是几时写的 它后来就停掉了 所以你认为母亲 已经没有这个想法了 对了 我就认为母亲没有这个想法 好 然后我们再到2009年 母亲写的这个 她也并没有说是按照这个来 但是母亲有写说 你们要互相协作 把房屋分好 这个我们不知道 大家都不知道 包括我都不知道 我在深圳的时候 在我妹妹房间 因为生病的时候 我到了房间去 我看到这个遗嘱 有写了六七份 我就拿了一张 看了一下 我笑一笑 这东西写什么东西 我也 你没有当时问一下 你妹妹吗 我没有问 我也没有 我就拿了一张 我那也丢回去了 你没当回事 我说我也没当回事 我说看你们这些人 到底搞什么名堂 我就是这样 这个意思 所以老大 我可不可以说 就是你压根就没有想到 姐妹们会来分这套房 压根我就不会想到 按照你的意思 父亲曾经有 这个口头写一只 房子需要留给你们的 这件事情 这件事情他们都知道吗 姐妹们 大家都知道 包括我舅舅都应该知道 我问一下他们 你们知道吗 姐妹们知道吗 我爸爸是这样子说的 他希望把那个房子 延续子孙后代 我爸爸是一个 很重男情侣的 父亲有过这个表示 有过这个表示 但是我妈妈说 她说你们 已经没生到儿子 那就说句实在话 给后面的女儿 我还自己女儿没得住 所以我妈妈 所以也就是说 现在你们女儿们 可以一起来分房 是妈妈她的意思 对 好 我们看一下 按照你母亲的遗嘱 的分配方案 第一层里面有 三间房是没有分的 其余的是 两间是老二的 两间是老三的 两间是老四的 还有一间是 女儿们共用的 等于就是第一层 除去三间未分之外 是给女儿们分掉了 然后第二层 第二层 你母亲的遗嘱的意思是 有两间还没有分 其余的八间 老五四间 老大四间 这是母亲遗嘱的意思是吗 是的 母亲的遗嘱 你哥哥他们表示怀疑 你没有什么说法 分这房子的遗嘱是 老妈是九几年写的 就是说在很久的时候 我妈妈就已经写好这个遗嘱 但是儿子是要多一点 就是儿子四间房子 女儿两间 你接受妈妈写的这份遗嘱吗 那是不可能接受的 因为我老爸做房子之前 我是有过交代的 这个房子做好之后 女儿是没有所有权的 我结婚之后 我老妈就这样 我叫她买个冰箱 哎呀 你买什么冰箱啊 从母亲的两份遗嘱中 我们大致可以看出 母亲对房产分配的 两个基本立场 第一 女儿可以分得房产 第二 儿子分得的房产 要比女儿多 当然 母亲的这两份遗嘱 在以大哥为代表的 儿子们心中 并未得到真正的认可 在他们心里 始终认为 女儿们是不可能 分得这套房子的 那么母亲为什么 会违背父亲的 口头遗嘱 另立书面遗嘱呢 按丁家老三的意思是 丁家的两个儿子 至今也未能为丁家 添一个孙子 母亲觉得 与其把房子 全部留给儿子 传给孙女儿 还不如把一部分 让出来 直接传给自己的 亲生女儿 正因为母亲 后来的这两份遗嘱 改变了父亲生前的意思 所以丁家的儿子们 和女儿们 在关于这栋房子的 继承问题上 发生了激烈的争端 在母亲去世的第四年 也就是2014年 丁家大哥夫妻 做了一件事 让原本住在 这栋房子里的女儿们 开始感到了压力 本来是房子 还是按原来的住的 我是住下面一层的 因为我们家房子很大嘛 租了几个房间给别人 他们大家住在这里 水电啊 什么都不用交的 我就代收这些东西 那个房租费 交水电 用房租来养 全家人的水电费 对 我哥哥就说 他要装修房子 就把人家赶跑了嘛 赶跑了 就没有水电费 这一块了 那我怎么交呢 我肯定没有钱交了嘛 你觉得他请出去的 目的是什么呢 也许就是说 那个房子应该归他嘛 我手上有一个你们家里的 这个现在的居住情况 第一层有老四两间 老三两间 是吗 对 然后老三老四的共用的一个客厅 有三间是出租屋 写明一个是现在被大哥锁起来了 对 然后第二层是老五和老大 就两个儿子住在第二层 对 是吗 这是母亲去世以后 这栋房子的使用情况 对 现在使用情况 按照刚才老三说的 老大把这个原本出租的房屋 停租了 对 一停租 你们的生活就会受到影响 对吗 嗯 这个生活受影响 仅仅指你们这一层 还是指整栋房子 整栋房子 如果是说 我不交 大家都没有水电费的 在丁家老三看来 大哥赶走租客的行为 实际上就是在为自己抢占房产 这样一来 负责收房租 来为整栋房子交水电费的他 从此以后将面临一个难题 水电费如果要交 就必须自己掏钱 而整栋楼的水电费 每月有一千元左右 如果不交 那么整栋楼将面临断水断电 无论是哪一种情况 都让他感到为难 丁家老三觉得 大哥的这不习 就是故意向他施压 逼迫他和其他两个姐妹 放弃继承父母的房产 在这种情况之下 你们为什么没有说 跟他们商量一些 我跟他说了呀 他的态度是 他的在 你们要告就告吧 那个我的那个大妹妹 他们装修房子没有打招呼 就搬进来了 我妈妈死之前 她是没有住进来的 后来他们大的小的 在深圳房子 多少套的 他也回来装修房子 我很生气 所以说 他说要去删法庭 你删法庭 你删法庭 不过你怎么删法庭 在这样的情况下 丁家的三个女儿 在姐姐的带领下 把大哥和小弟 一并告上了法院 他们打算通过法律手段 对房产分配问题 做一个彻底的了断 2014年9月 当地法院 对这起房产继承纠纷案 做出了一审判决 让儿子们没有想到的是 法院的判决 还不如母亲遗嘱分配 来得实惠 之前的种种折腾 就像搬起石头 砸了自己的脚 为了发泄不满 他们接下来 又做了一系列 让妹妹们难以忍受的事情 大哥的老婆就大嫂嘛 他把所有的垃圾 往下面倒 目的可能也就是说 把我们赶走吧 意思就是这样子 天天的把垃圾丢下来 而且 还那个什么啤酒瓶呢 他不高兴了 楼上蹦丢下来 我很担心 担心了什么东西啊 我有一个女儿 才十一二岁 哪一天 他不注意丢下来 打到又怎么办呢 四月十八号吧 因为我们有一个阁楼 楼上有个箱子 他从那楼上箱子 砰 打下来 你们是认为 他们是故意这样的 是吗 是故意的 除了这些行为以外 有没有正面冲突 他骂人是 三天一是大骂 四天一小骂 是经常的骂 你指的是谁 他老婆呢 我哥哥其实也是挺老实的 他是做不出这种事的 只要我那个嫂子 一闹 我那个弟弟 跟我家的冰箱 洗衣机 反正所有的电器 打得一箭不胜 打得我们 110也去过 第一次第二次 打了我东西 民警就说 兄弟姐妹亲戚嘛 能够 退一步就退一步嘛 只要他以后不砸就可以了 那我 先是 我是要他赔偿的 后来我就想 赔几千块钱 断了一个亲戚 又何必呢 只要他不打就可以了 我就原谅他 也没有赔 没想到变本加厉 他越打越厉害 按照刚才你讲的 扔垃圾 然后这个砸东西 骂人 这些你们兄弟姐妹之间 已经没有亲情可言了 已经不像是兄弟姐妹们 住在一起了 但是我这个人 还是固定是亲戚的 没有亲戚 他们是跟我那个弟弟 是为了点自己的事情的时候 跟房子没关系吗 跟房子没关系的时候 就是为了三百块钱 私人的恩怨 你们这边产生情况 他说扔垃圾的这个 扔垃圾 也不是没有人 有时候发牢骚的时候 他说做得太过分了 也会发发牢骚 为了争夺父母留下的一栋房子 原本情同手足的兄弟姐妹 住在一个屋檐下 竟然变得如此弥顿 听到这里 观察员刘峰 忍不住拿起了话筒 刚刚听了你们家庭的这个纠纷 我感觉这个不是财产的纠纷 实际上是你们整个这个丁家的家庭 失去了一个统一的价值标准 道德准成 你们五姐弟 任何一个失去了这个房子 能不能活下来 我觉得都可以 但是也可能都不可以 为什么呢 怕受委屈的那一方会被气死 那就是说大家都很在乎 但是在乎的不是房子本身 在乎的是 觉得在这个父母的遗产 分配过程当中 受到不公平的待遇 可是所谓的公平的标准呢 你们心中没有一个共同的标准 比如说 父亲的遗嘱不是标准 母亲的遗嘱也不是标准 法律的裁判也不是标准 那我想问 什么是你们心中的标准 你们没有 因为可能在这个几姊妹当中 有的他失去了行为规范 有的甚至是 德行上 我觉得还需要提升 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倒是希望大哥 根据我们中国传统文化 家族的观念 长兄伟大 你能够独立的拿出 你的主张出来 一个家庭 尤其是父母亲 已经不在世了 得有一个主辛苦拿主义 这个主义拿得 大家都心悦臣服 怎么样心悦臣服 就是 首先 不是考虑自己 首先是考虑其他所有的人 你最后再来考虑自己 我相信其他的人 都会拥戴你 我们在家庭当中 必须得有一个这样的核心力量 才会更有助于解决问题 观察员刘峰的话 点出了兄弟姐妹之间 因为房产继承问题 争执不下的关键 刘老师认为 作为家中的老大 此时应该为化解家庭矛盾 发挥积极的作用 听完刘峰的话 丁家大哥解释了自己和弟弟 对家中女儿们强烈不满的 另一个原因 因为是这样的 我妈妈的东西 床部给他们床部掌握到 我当时就是这样的 母亲死了 我说把妈妈的东西 床部交出来 不是我要 大家五姐妹要看到 要明了 留下了哪些东西 包括存责 经历 还有所有房产证 什么证都摆在那里 不可能再放那里 你提出这个要求之后呢 他们也没有反应 存责是这次清明节 我这个弟弟吵架的时候 我说你那个存责拿出来 拿了三本 他活气存责 是床部 你认为远不止这些是吗 这个是活气存责 那个大约存责 根本没出来 这里基本存责都是拿掉的 2001年死后就拿掉了 这个外币四百多块钱 所以在你们的概念里 远不止这些 那是肯定的 我说要明了 你们是用什么做出了这个判断 靠什么做出这个判断 我九几年的时候 我那个小一个 他知道一点 他说有十一二万 那时候我小一跟我很好 珠宝首饰之类的呢 没有了 床部没有了 后来问他 他说有几个拿到深圳去了 有些拿到深圳去了 丁家大哥的这番话 让我们开始意识到 这起房产继承纠纷的背后 似乎还隐藏着更为复杂的故事 已经确实了母亲 他的所有财产 为什么会全部交由女儿保管呢 如果说母亲偏爱女儿 那么他在1997年的遗嘱中 你为什么在房产继承问题上偏降儿子呢 此时丁家的老三给我们解释了其中的原因 05年我哥哥就在重庆打工嘛 他在重庆打工是还可以 那时候有五六千块钱嘛 那时候五千是还可以的 放假了 他就要求妈妈跟我两个女儿带过来玩 我妈妈说作为一个老人 儿子叫他去 肯定是不知道极高兴 到处跟人家别人说 哎呀我放假 我带我孙子去儿子那个地方 很高兴的 没想到到去了那天 他老婆特意跑回来 把两个女儿接去 我妈妈就散心了 我妈妈就说去我姐姐那里了 他就说不回来了 他走的时候就交代了 他说我走了哈 我们钱啊 放到我妹妹那个地方 房产证也放到我妹妹那里 他那个工资 05年也就是两三百块钱一个月 程则上也有显示了哈 就是吃就是一点房租 你说我妈妈有多少钱 后面从去我姐姐那里以后 这个工资是没有动的 一直在家里的 是我妹妹跟他保管的 嗯 嗯 那个精气啊 我妈妈全部带走了 全部带着生存去了 现在你哥哥说你妈妈去世以后 什么也没有了 是不是 保险规律的东西 他生病嘛 生病了 他我妈妈是用了三四十万块钱 谁负担 除了我妈妈自己的钱付掉以后 我姐姐付的 用了这么多钱 我妈妈还有钱吗 好 然后那些什么珠宝手势之类的 珠宝手势在我姐姐那里 我姐姐说如果好 拿出来大家分无所谓的 如果不好 起码要跟我 我盯了这么一要费 那就得算了 得算了 好 我明白了 我们余下这些钱在哪里 余下来交水电费交掉了吗 还用于现在你们的生活花销 是吗 对对对 好 明白 老三所说的母亲的钱 金钱这一部分 用于平常的生活开销等等 要有账 我妈妈到底多少钱 那个银行要东西过来 不是这样说 说写写这样 说的 一句话不能算 就是说我一句话不能算 这个生活的开销这些账目 你希望姐妹们 拿出一份祥丹出来是吗 祥丹啊 那个祥丹 其实钱的问题不是很大 但是他们要这样搞起来了 就是要正应兑现 我不要这个钱 丁家大哥仿佛话里有话 看来他和小弟之所以对家中女儿们频频刁难 主要并不是因为他们不相信女儿们保管母亲的财产 似乎这其中还有更重要的原因 丁家大哥说 在妈妈去世之前 没有发生遗产争夺的时候 他们兄弟姐妹之间的感情是非常融洽的 只要谁有困难 谁能帮到都会毫不推辞 作为家中的老大 他更是竭尽所能地为这个家 为兄弟姐妹们付出 但他没有想到 如今房产继承的问题出来了 这一切变化的竟然如此之快 在你们这么多年的兄弟姐妹相处过程当中 除了这个房子问题 之前你们相处的如何 我们很相处的很融洽的 就是为了房子问题 我那个妹妹第一次到深圳去 她是很苦的 那几百块钱过去的 很苦的 当时我有六千块钱 所有的钱借给她去发这样 家里的事情 床不是我包的 包括我家里的垫水 然后如果是垫坏了 我在外面 那个水坏了 都是要等我回来 再去修的 这个我住在我们那房子 也就是说 你真的就是大家印象当中的老大 要扛杀你的 那是我家里的事情 基本上是我做的 我问一下老三这边 大哥 当年跟你们的这个相处 你们对他的评价 大哥其实还是个大哥 很好的 我们到现在 我也是 他也还是我大哥 所以你大哥刚才说 之前兄弟姐妹们相处 是很融洽的 对 比如我哥哥 一直在做工地这一块的 工资已经是比较好一点 我那时候 我那时候 打工那两年开始 刚刚出去的时候 因为都是家里 买了房子 欠了钱 他没办法 他就自己出去闯了 我哥哥是借了他钱的 借了他五六千块钱的 那你们姐妹们跟兄弟们呢 我们姐妹们跟他也是蛮好的 虽然是没有金钱上网的 但不管怎么样是 还是很好的 有什么事互相都会关照一下的 像我姐姐在外面发展得比较好一点 少为刚刚好一点的时候 他生第二个女儿嘛 就是上户口吧 他那时候其实他也有钱 他老婆就有这个意义想法 我姐姐撞到钱了 应该为家里为他付出一点嘛 就跟我姐姐借两千块钱 跟他女儿上户口 到现在没有话 我姐姐从没有计较过 就不管是六千还是两千 大家以前是有钱就会给 而且不计较的 对对对 对弟弟呢 对弟弟更不要说了 就是就拿我来说嘛 我家里的生活条件是最苦的一个 因为我在住的家里 我弟弟一直跟我在一起吃 有十几年 他老婆跟我在一起吃 有十几年了 你来照顾他们 怎么互相照顾嘛 他就算一个月 原来是没给钱了 后面他好一点了 就给他一百五了 到后面再好一点了 就给他三百块钱 两个人吃 大家也不计较 大家也不计较 从来没有计较过 他生女儿的时候 住在医院里 他当时没有钱 我是没钱的 我把我亲家亲家所有 我把八百块钱 跟他送到医院去 到现在他没还我 我从来没有跟他提过 一句要他还给我 大姐对弟弟 好像也是有帮助 大姐就更不要说了 她说要跟人家做工程 五万块钱借给他 那时候几年啊 04年05年 她说要五万 姐姐希望他发财嘛 给了他五万 五万块钱到现在 他到现在还没有还给他 她说是应该的 理所当然的了 也没提过 也没有提过 然后后面我弟弟 到我姐姐那里打工了 跟我姐姐也是 闹得很不愉快 至于怎么不愉快吧 因为都是他们的事 帮他把我妹妹那里 他们两个人的事情 是这样的 一个他在他 那个打工打了五年 他认为没拿到钱回来 就是 我妹妹认为 拿了很多了 但是我 他们两个人的协议 我也不知道 反正他是这样讲的 肯定是我估计口头也讲过 你给我这里好好干 你给我产力 赚到钱 给你一个百分之十 那你生活好一点 但是后来他 我弟弟说 帮他管理的很好 他每一年都做了几百万 他说一个毛都没给他 最后 他就说就做房子 拿了几万块钱 他认为他是远远还不够 他说我给他搞 搞了这么多钱 后来我妈妈一死掉 就就闹翻了 两年就闹翻了 最后回来 他说拿了两万五千块钱回来 也是为了利益的事情 为了利益 这那个全都 他说把那个 那个桌子都打破了 拿了两万五千块钱回来 他说在他打工了五年 他说原来要给他百分之十 他说他说也气着钥匙 我这个东西就 就很难说了 但是说给他百分之十 这个事情是他们两个人的事情 我也搞不太清楚 反正他认为 有一点可以肯定 就是你们都表达曾经的确相处是很人恰的 不管是击败 我希望是大姐妹是应该相互帮助的 哪个有困难要帮助谁 我认为哪个困难 我需要帮忙 我帮助 但是我看到他们都是很好的 比我们好 他要在这里搞来搞去 我就是有点不服气 大哥的意思就是 姐妹们的做法伤了感情 不大 不是删感情 这是删到心内 通过丁家大哥和丁家老三的一段讲述 我们可以确定 丁家的五个兄弟姐妹 曾经都是有情有义的人 彼此都曾经互相帮助过 或许在丁家大哥的心里 他今天传递的态度 更多的只是心中堵着一股气 是我那个妹妹出了主意 因为她很有脑子 是她要家里的房子 妹妹应该条件很好的是吧 她房子在深圳好多套 她是几千万的人 我就问过她 我家里这个房子 我怎么会要完这个烂房子给我 我也不要 两个妹妹要我 我也两个妹妹讨个公道 这点我问一下老三 什么叫做 替你们讨个公道 我因为我妈妈也那个知道 我哥哥也有这种想法嘛 她就说 我跟我妹妹太老实了 又没读到书 很受他们气的 如果我姐姐不出头 你是住不住个房子的 是住不进去的 她是不拦你的 所以我姐姐就说 我是一定要站出来要的 我作为女儿 母亲给我的是应该要的 在丁家的大哥看来 这个身价千万的家中大姐 做人不地道 过于计较 不念兄弟姐妹旧情 才会导致他们家 兄弟姐妹之间的关系 变得如此紧张 而房产继承问题 只不过是一个导火索 那么这个远在深圳 身价不菲的丁家大姐 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呢 她对房产的继承 又会有什么看法呢 此时我们决定 和她进行一个电话连线 现在我们想了解一下 就是对于这套房产 你的态度是什么 是这样的 法院已经决定了 看下来是挺纷粹的 对 所以大哥 还有我的妹妹她们的 她们的意见就是 我们作为女的 也可以做一点让步 其他的也没什么 做一点让步 我两个妹妹她们的意思 就男的一层 我们女的一层 而且然 你哥哥和弟弟 他们不太能接受 你们的这个分配方案 但是从这个角度来讲 我们都已经妥协了 你是指按照法院的判决 你们已经在做妥协了 是吗 对 对 对 我们已经按法院的 是执行分配 我女方 我都讲了 可以做退让 问题就是这个让的程度 能到哪里 看我两个妹妹 她们自己的意思 你觉得这个退让 关键要看到什么 才能做出这一步退让 这方面表现好一点 然后我两个妹妹觉得 也可以接受的话 那我也觉得以和谐为止法 如果她们要好像 好像主持器杖一样的 替助人呢 不行 就不用什么 没什么好谈的吧 你最生气她们的做法是什么 不讲道理 没有道德的体系 要人垃圾 这些 就这些做法 因为你哥哥和你弟弟 可能都认为 在这一场争夺之中 你起到的作用比较大 你在支撑着你的 这个两个妹妹 是这样吗 那从另外都是同情落者 他们靠 长一个态度 靠打打沙沙 能够生死一切吗 所以你想帮帮她们是吗 对啊 我们做出三个人 三谈好 做出脆烂 就是想算吧 我们比较少一点 无所谓的 让她们多一点 让她们太多一点 也好一点 但是她们如果得正经 死了 那就算了 我们没什么好看 她们要过这样的生活 是她们自己选择的 你觉得呢 你的意思是 如果她们态度 还是如此的话 那么该维护的 该争取的 你们还是支持 对一种是有人维护的嘛 是不是 好 明白了 大姐 还有一个情况 我想再多了解一下 因为有讲到说 母亲留下了一些 珠宝首饰 是放在你那的 是吗 真的是到我这里的 是怎么打算的呢 你是说谈好了房子 再来分配这个 是吗 对啊 还有母亲的医药费啊 这些都全部要谈起 是每次的 是不是 好 明白了 好 谢谢你啊 大姐 谢谢 好 再见 丁家老二的这通电话连线 表达了三层意思 第一 关于房产的继承问题 她们作为家中的女儿 虽然有判决 但还是愿意做出一些让步 第二 关于她手上掌握的 母亲的金银珠宝问题 只要兄弟姐妹之间 友好协商 一切都好办 第三 她们五兄弟姐妹之间 闹到今天的地步 责任在大哥和小弟那边 你这个大妹妹 她表达的意思就是 觉得在这场纷争当中 你们的态度 你们做事的方法 有些太强势了 刺痛了情感的这部分 不是太强势 我们是不会强势的 是我们自己家里的房子 我们去装修两个房间 她在那里说 其实我 是房子是她的 事到如今 丁家大哥依然没有觉得 自己从前的行为 有个不当之处 我们的调解 似乎陷入了僵局 而就在此时 现场突然发生了 出人意料的一路 一直坐在场外旁听 不愿意露面的小弟 突然走上了调解席 各位老师 嗯 你坐下说 坐下说 在这件事情 我在家里也动用了很多暴力 我也在这里 我可以检讨一下 丁家小弟很有礼貌地 和现场老师们 打了一声招呼 随后 他立即对自己 从前的暴力行为 进行了一番自我检讨 这位给人 第一印象不错的小弟 他上场究竟是为何呢 他的上场 能否帮助我们 打破这个调解僵局呢 我伞讨论区里的电话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